去年一整年的话题焦点还包括了所谓中国大陆研发的高超音速飞弹 有人叫它极音速飞弹 其实俄罗斯包括中国大陆包括美国都在积极的研发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武器 包含了北韩现在好像也研发出来成功的所谓的高超音速飞弹 而美国呢现在是加紧预算 希望在9月会有新的突破 我们来看到高超音速飞弹为什么这么引发了大国的关注 这一次的听工课程就是在太空站所开的课程里面 它是互动的跟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有几个地方 包括香港大陆的几个地方 他们的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他们是直接上课 然后年轻的小朋友可以提出问题 提问以后那太空人在那边做示范 做演练给你看然后直接回答 那您刚刚讲的它的秒差很小 对 要不然互相再等来等去 这个其实会有很大影响 秒差很小它有一个因素是因为 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课程向世界展示 中国大陆5G时代的来临 因为中国大陆目前来讲在5G的覆盖 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一 而且因为有5G 所以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您讲的这个秒差 它就非常的低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它是要 我们都知道地球继续在转 卫星也在转 然后我要同步能够走的时候 它是要透过三个同步的中级卫星 就是卫星链 那三个同步的卫星链 把这个北斗的30颗星星 它们的讯号都能够传进来 所以它等于是在这个整个 讯号传输里面是绝对不会中断 这个是它的第二个最大的特点 所以它向世界展示 这个北斗卫星的讯号是不会中断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第三个它展示的是什么能力呢 高精度 因为北斗卫星为什么在世界目前来讲 已经挤压了GPS的市场 而且它占的市场越来越大 主要的就是因为它的精度 比GPS还要高 而且它的精度更高的时候 它可以 因为它有这个协侧的卫星 所以它本身可以辨识出立体的交通线 例如说我们假设 我们现在都知道 当你城市越来越发达以后 你的这个高速公路不会只有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都有 都这样子密密麻麻地这样穿梭 但是我们每一次用GPS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临一个最大的困扰 就是它辨识不出来 它不知道你是在平面的地面上 还是在高架桥上 常常乱指路 对 所以我们常常开GPS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被误导到一个悬崖边 或是开高速公路 它叫你右转 它叫你右转 这个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右转等等的 但是北斗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辨识力非常的高 如果用在军事上的时候 它的辨识力那就更精密了 它可以精密到几公分而已 对 几公分而已 几公分 所以它就比美国的GPS 更加的精密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所以它的使用力越来越广 那您刚刚讲到的 为什么地面站呢 因为原本这个大陆 在发展这个北斗的时候 它的我们都知道卫星 然后最好有地面接收站 传输嘛 这个讯号传输 但是跟它合作的这些国家 原本都不很多 不很多的情形下它怎么办 它要不就是透过这个 空中链的卫星的连接 那要不就是透过这个海上的 这个船舰的这个连接 那这个部分里面都是不够好 那要更安全更快 然后更好 稳定的 地面接收站最重要 那俄国是欧亚大陆的大国 中国大陆是亚洲的大国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双方就有合作空间了 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在跟南美洲 拉丁美洲 也有合作的很多地方 现在跟非洲 也有地面的接收站的合作 那亚洲这个地方 这个东盟这些地方 接收站的合作越来越多以后 大陆的本身的这个传输 它的这个落地点也就是 我跟地面接收站的传输 就越来越方便 那大陆当初在发展北斗的时候 它的心胸就比较广阔 它跟美国不一样 它跟俄罗斯也不一样 因为美国搞一个封闭性的系统 俄罗斯也搞一个封闭性的系统 所以两个系统不相容 就是Golomus跟GPS 两个系统是不相容的 中国大陆当初在发展北斗的时候 它就认为说 应该要用包容性的 包容性的所以它是要兼容 因此它在设计的时候 能够跟GPS相容 也能够跟Golomus相容 所以它变成是可以跟俄罗斯合作 也可以跟美国合作 那美国跟俄罗斯是没办法合作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情形大陆又占有优势了 对 它又占有优势了 那这么多的优势发生了 出来了以后 当它越来越成熟 因为30枚的卫星都已经打上去了 然后后续会不断地更换卫星 所以有一代 二代 三代的北斗 那目前四代 五代 六代的北斗 都会一直在发展的情形下 它的占有力就越来越高了 不只是航空器用它 航海器用它 现在我们的汽车 车辆 火车 高铁等等 几乎都已经大量地在使用北斗了 所以北斗的全球的覆盖率越来越高 目前来讲它一年都会 至少可以赚4千亿美元以上 4千亿美元 那是最少 每年 目前来讲估计是最少 所以它每一年的这个钱 就一直不停地赚 因为它只要一直 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想想看它的权利金 它的广告费 它的各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个 是GPS所做不到的地方 是在于它有这个受死 它也可以传简讯 这个北斗可以传 不行吧 对 我们的GPS不行 但是北斗可以 它只能告诉你位置而已 对 所以你如果在山上 或是在哪里 你要透过北斗来传简讯 也可以 就文字简讯这样传进去 对 你可以传进去 例如说你可以告诉你 说我现在被困在哪里 然后我发出一个SOS的讯号 那那个差很多 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你就 你从这个地 我介绍到这里 我想观众朋友就知道说 为什么美国很头痛 美国碰到大陆的北斗很痛苦 因为美国GPS已经老了 那GPS不会再升级吗 会啊 但是问题要钱啊 你要钱啊 又没钱了 美国现在因为到处在花钱 怎么够嘛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你要把你的卫星升级 然后再打新的卫星上去 这个都要钱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 他面对北斗的 这么样的一种强大的竞争力 美国真的是已经痛苦不堪 好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会自己发展出自己的北斗 其实就是被美国刺激嘛 美国当初在打这个 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接入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原本在整个全世界的系统 除了俄罗斯的GORONUS以外 我们都用GPS 那美国为了要让自己方便 所以他就把欧洲地区的这个 GPS的讯号减弱 一减弱的时候 就造成了欧洲欧盟 他们的整个航空航海的 还有地面的 还有交通运输 公共运输的 整个系统大乱 这个很自私啊 然后他又关掉了几个区域 哇 那就造成他们重大的损失 那当时欧盟的国家 向美国强烈抗议 美国不理会他 因为美国一向是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欧洲就发现欧洲 其实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它的安全完全掌控在 美国人手中 两人比习 所以欧洲就要发展出 权利列计划 去加利列计划 然后要发展加利列计划 当初设定就是32亿欧元 这个时候他邀请了中国大陆参加 中国大陆提供2亿欧元 中国大陆那时候没有很多钱 那时候还不是很有钱的 他都挤出2亿欧元 2亿欧元要加入欧洲的 这个加利列计划的时候 等于是占16分之1 那欧洲是几个国家 中国大陆加入16分之1 也应该是要有高度参与 欧洲对大陆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排除 那个排除 那这个对大陆来讲 我花那么多钱 结果这个领域不行 那个领域不行 那个安全问题 那个安全问题 大陆第一个就觉得说 你这个是歧视性的待遇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他本身是怎么做呢 那第二个呢 就对欧洲人来说的话 他就整合很慢 因为这么多的国家都参与 然后整合很慢 然后做得没效率 很有欧洲人的风格 对 欧洲人说 慢吞吞 没效率 然后不知道要玩到何年何时何月 大陆后来就觉得 我如果再跟你讲玩下去的话 我永远遥遥无期 本来是大陆想跟欧洲 这样子合作嘛 那欧洲可以利用他在非洲的关系 然后可以利用他在亚洲 大陆可以利用他的亚洲关系 所以彼此之间有合作的空间 因为地面 他需要是地面接受战 后来大陆就确定了 不给你玩了 退出来 自己玩 北斗就这样诞生了 结果几年内 中国大陆北斗出来了 而且北斗出来了以后 他克服了地面接受战的问题 他完全用中纪卫星 用卫星的转接卫星 所谓一个星链的这个做法 是 星链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是欧洲人没有想过的 因为都想到是地面接受战嘛 但是中国大陆采用 星链的链接方式 把所有的讯号 在这样子一个链接中 再加上5G时代来的 所以它的讯号才会这么的快 讲到这个高超音速飞弹的技术 在去年中国大陆已经证明了 似乎是领先了美国 现在还有南华早报报导说 还有一种红外线的搜寻技术 这是美国可能在2025年 才能完成的这样的技术 中国大陆也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继续是讨论高超音速飞弹 冰的设备 它是不是已经能够成功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在科学理论上 它是不是站得住脚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科学理论 支持它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东西 那有了科学理论之后 然后你就再看工程技术上 是不是真正能够把它做出来 这个时候就会有些实际的限制 像你刚刚提到稀土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设备 要花多少钱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财力来支援 这三个层次 用这三个层次来看这些事情 大概就会比较清楚 所以你刚刚讲的电池小型核电 在学理上是可以做到 在技术上的确还要花很多钱 去把它能够真正做出来 而且还要安全 这个事实上做出来应该不是问题 只是说你有多少钱 愿不愿意把它做出来 那回到你刚刚讲那个 高超音速飞弹也是这样子 应该叫高超音速飞弹 为什么呢 因为超音速是一个速度的一个范围 比这个还要更多的 我们叫高超音速飞弹 但因为很难念 所以常常讲成超高音速飞弹 高超音速飞弹 讲不清 所以我觉得刚刚老师用极音速飞弹 是比较好的讲法 极音速飞弹的一般的定义 我稍微刚刚讲到科普 因为这正好是我研究的主题之一 极音速飞弹通常是用5码核以上 那你说到一小时几公里 因为升速 音速在地球上不同的范围 空气密度不一样 它大概就不一样 观众朋友们不要记得那么多 大概就记得 大概就1200公里就可以了 所以5倍音速以上就是时速 大概是6000公里以上的速度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达到这个速度 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 我发射之后 能不能在几秒钟之后 达到这样子超过这个音速 通常要在几秒钟之内 那飞弹呢 像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我可以挂在飞机底下 其实俄国在高超音速飞弹 做的是非常非常先进 他们有一款这个叫匕首 King Joe 那其实它就是挂在这个M30 米格31底下 那米格31已经能够速度 达到每小时3000公里 差不多已经2码核 再把它发射出去 大概4秒多 就可以超过10码核 这是空射的武器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来增加它的速度 很快就有速度 可以到10码核胜局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用了飞机 我可以在空中加油 我可以就非常非常远 可以飞得非常远 对不对 像你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美国很紧张 因为它这次这个试射 它不是走传统走北极的航线 它绕地球绕得非常远 对 所以那个你刚刚说 中国大陆的反应说 外国发言人赵立坚说 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 太空的飞行器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因为飞行器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是太空的任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当然也可以成为武器嘛 对不对 它装了弹头它就是武器了 美苏太空竞争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民间所使用 所谓的太空探测的 为了和平的目的的 它摇身一变都可以变成武器 所以这个不是大的问题 那刚刚两位老师提到说 有可能原因 这个时候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确实是有点突兀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在国际间 高超音速飞弹 最热门的时候 是2018年底到2019年 2019年 那个时候新闻非常多 但是美国却没有特别报道 因为美国在这个部分 其实落后俄国 俄国其实比较先进 那我觉得还是因为为了要预算 我觉得可能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那个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2018年 就得到了这个合约 帮美国的国防部 来做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看了很多新闻 它都放出有这个消息 但是它实际上都没有做到 它前去年 也不是去年 今年放出来的消息 就说我们不错 我们测试了 可是我一看 那个飞弹 还是挂在那个飞机的底下 我看了那张照片 它并没有真的发射出去 所以它的确碰到一些困难 那碰到什么困难呢 这也不是我乱猜的 是美国国防部自己说的 因为在今年的 去年 对不起 去年 美国国防部也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 就是为了高超音速飞弹 那我还非常记得 他请了一个物理的博士 来做那个办公室的主长 叫Mark Lewis 那记者当时就问他说 你成立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他说我要确认出来 我们还有哪些节点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技术 或者没有这个材料 就像我刚刚讲的 物理的理论上可行 可是工程技术上 我们还缺什么条件呢 他就说我们缺一些 你刚刚提到的稀土 对 他说可是这有点荒谬 因为我们一检查发觉 这个稀土要从中国进口 但是我们这个办公室 就是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针对中国 结果我们还要跟我们针对的对象 跟敌人拿关键技术 对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高超音速飞弹 速度到了那么快的时候 它的这个摩擦生热 会非常非常严重 我想观众朋友们 有的人可能家里有水果果汁机 或者打那个豆浆 你把豆浆 打豆浆机打完之后 你拿起来很烫 对不对 你说怎么变那么热 你没有加热 就是因为摩擦生热 那高超音速 你到了这个太空当中 而且那个它又跟导弹不一样 导弹是非常非常高 可以打到这个几百公里高 地球的这个半径不过六三七八 可是高超音速飞弹 大概只在一百公里这个上下 走这个所谓的前学生弹道 或者是桑克尔弹道 它会这样飘忽的 像刚刚赖老师讲 打水漂的 对它像打水漂一样 但是它因为离地球非常近 只有大概十公里 所以它碰到这个空气的摩擦 也会非常强 所以你要用什么角度去碰它 摩擦它 是不是会把它烧掉 如果你在最后攻击下来的时候 那个速度可能到几十马赫的时候 二十几马赫甚至可能的时候 它那个最尖端的部分 我刚折了一个纸飞机 这个最尖端的部分非常非常热 因为它在很短时间之内 那个温度到几千度 就把它烧掉了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会需要这个 稀土 稀土的原物 它要耐热 因为你要放进去特殊的金属材料 才会让它怎么样 不会被融化掉 我们知道那个美国阿波罗太空船 不是那个最后那个 那个小艇回到地球上来 它不是这样直接进地球 它摩擦太空就烧掉了 它是用那个太空小艇 那个底部的部分 这样碰到空气 所以会形成一个空气的 这样一个隔绝罩 但它仍然温度非常高 会几千度 所以它会慢慢烧慢慢烧 在它烧掉之前 真的烧掉之前 它就已经降落到地球 所以这个要算好 但你这角度不对 它就飘出去了 它角度太陡的话 就直接插进地球大气 整个就烧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 所谓的高超级飞弹 一样有这样子的问题 还有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状 才能够在上面 能够这样飘浮 这都很重要 那现在看起来 俄国是最领先 去年底吧 俄国其实就已经部署了 高超级飞弹 还有三星 我刚刚讲有一个匕首 Kindrop 还有一个Evan Gard 对 还有一个告示 它这三种为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在车上发射 叫Evan Gard 那个是用车子 就陆机发射的 Zerkamp是在潜艇 或者船上发射的 让我刚刚讲的Kindrop 就是挂在飞机底下发射 又空射 所以三种不一样 结果普京非常高兴 他大量的做过这个宣传 可是媒体好像回应不是太多 因为那时候 可能不太熟悉 因为国际媒体 那个时候没有刚刚两位老师讲的 所谓的县武谈判 或者中国威胁论的需求 所以媒体就把它降很淡 这个新闻它吵得很凶 它是有媒体的需求在里面存在的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子的新闻出来 它从英国出来的 这五眼联盟的英国 它这个放消息的方法很高 不是美国自己放 英国那边放 然后第二天半导电视台在报导 然后隔了五天以后 纽约时报再出来做反对 讲得非常模糊 到底有还是没有 到底我强还是你强 其实这个在我来看就是要预算 因为那个 我刚刚讲的Lockett Mardin 已经做了两三年 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成果出来 所以很可能就要追加预算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形成舆论 我们是不是要增加这一部分的经费 才能再超前 其实美国在这个部分是领先的 刚刚赖老师讲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词X37 美国造作是很早以前就做出来 因为理论上早就已经可以做到 但是它一直限 我刚刚讲物理的理论可以 可是在工程技术上面是有问题 所以现在需要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经费再加进来 才能把这个做出来 但老师刚才讲到说 经费加进来 可是稀土拿不到怎么办 稀土不是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稀土 之所以现在掌控全其他70%的供应量 是因为 不好意思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以前 对环保不是那么重视 因为稀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要用很多水 还有很容易污染 那过去中国大陆呢 我看过一份报告 是大陆自己做的报告 就是说它一年出口 譬如我忘了数字 可能是20吨 我随便讲 就是我们生产了20吨 官方有统计数字 可是出口竟然是40吨 就你出口的量 居然比我正式官方承认的生产量多了一倍 那多了一倍哪里来的 就地下工厂 地下矿厂生产出来的嘛 所以那对环境破坏得非常厉害 所以美国人就很聪明 那我不要破坏我的环境 那你中国愿意做 我就跟你买就好 所以中国现在 也在控制这个环保的问题 那美国如果要赶快把稀土做出来 它还是有办法 因为这个技术上 就我刚讲理论上 它不是难都做不出来 那化学的这个方法 大家都了解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控制它的 这个环境不要污染 让它在生产这个成本上不要过高 所以美国会有机会在稀土上面 把它这个赶快赶上 事实上这个类似的情况 以前在美国 中国大法对日本也曾经做过稀土战 那日本的方法就赶快从回收办法找出来 就能够挣脱 因为很多的稀土在过去的 这个设备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了 用废物回收回来再重新提炼 还是可以得到 所以这个不是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是落后一些了 我们讲到美中俄之间的三方的竞争 其实不只是说军事武器 包括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就是駭客战争 美国一直有相关的单位讲说 哇中国大陆又有駭客 或是俄罗斯又有駭客 在破坏他们的基础建设 现在还传出来说 中国大陆一个品牌叫做 一联他们的IP电话 会把电话的资讯传回去给中国大陆 让美国现在也要提出了警讯 到底駭客战是怎么样形成 又有怎么样的防范 我们来看底下的资讯 就军事层面我们先不谈的话 在战略层面 在就是说他放这个新闻 金融时报连续两次 16号一次 21号一次 一定都是美国的国防部提供的 美国的国防部提供这个新闻 除了赖老师讲的 可能是希望最终中国大陆 能够参与到美俄之间的 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谈判 战略核武谈判不是只有 这个针对核子弹头 它是整个战略武器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载台啊载具啊这些都有 那所以呢 但除了这两个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也许应该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当然还是在制造 中国威胁论嘛 这很清楚嘛 也就是说 现在美中之间要在贸易上 要在这个关税上开始放缓了 可是你看到他不断的透过 这个要去中国大使的 这个伯恩斯的谈话 甚至川普的这样子 对台湾的用语 然后呢在军事上 要把他给拉回来 所以现在美国针对中国 在政治层面的这种战略竞争 一个是军事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包含台湾的议题 当然呢还有就是这个 核武的这个就是这个层面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是要钱呢 对不对 美国的国防预算 其实是受到蛮大的影响 现在只有在今年刚过的 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大概是7500亿美金 中国大陆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金 那在这里面有好多 这一些这个美国的军火商 现在在做的一些开发研究 这些这个R&D这些东西 都比美国的前面几个 十大的这些民间科技公司 都要少 少到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要钱 然后呢要再鼓吹一次 这个中国威胁论 可是各位知道 美国有多少盒子弹头 5550颗 这是那个瑞典斯德格尔摩的研究所说的 美国在川普的最后一年 是说他自己只有3750颗 那这是个认定的问题 然后呢俄罗斯是6250颗 中国大陆只有350颗 法国是290颗 英国是225颗 那这加一加都美国零头而已啊 对对对 那北韩美国说的北韩有60颗 不过一般国际上认为 大概只有一半20到30颗 所以你这样一个零头的这种 你还不要讲被疫的哦 因为它很多这个弹头事实上是被疫的 你这样子一个情况 其实在载具的这层面 美国老早自己在做这个极音速飞弹 极音速导弹 事实上也都相当成功 我比较认为赵立坚讲的话 接近事实 怎么说呢我的判断是 因为他讲得很具体 他不是说我们这个不是飞弹 我们这个是一个航天器 我们这个是一个在做测试 回收系统的这个航天器 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 在这个太空这个计划当中 我觉得这第一个时间点而言 非常合理 对不对 但是赵立坚讲到一个句话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他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公司不会是中国的公司吧 对不对 一定是美国的那两大公司嘛 对不对 钢铁人 也就是X-BASE 跟就是那个Amazon嘛 Amazon那个就是 星战计划的库克船长90岁高龄 才刚坐上去下来 他明确的赵立坚说 有些公司在做同样的事 那我们可以去检视嘛 这两家公司我们在做 没有别的公司了 在做类似回收系统的 太空船或航天器的这样子的一种事 这个试验 有的话很清楚 因为我看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当中 有一些讲的是 比较原则性的回应的 那有这么具体的内容的一句话 其实大家应该去检视 所以我认为赵立坚 在这一点上 他们真的就可能是 在这个阶段 就是太空计划过程当中 希望因为将来 这个火箭的发射非常的多 那许多的国家都要参与 对不对 跟俄罗斯的这个共同的月球 永久太空战计划 也会2025开始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 回收这一些这个航天器 可是各位 军民两用的科技 都会有军方跟一般民用的可能性 太空和这种就是说 战略武器当中的 这种载具的技术 当然有它的重叠性 而且可能更高 那个MIT 就是这个马森林工学院 还有一个叫Montory 蒙特罗的这个国际研究所的 两个这方面专家的说 两点 那第一点 这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嘛 第一个 老早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了 中国大陆就算在做 也就没什么好紧张的嘛 而且事实上 突然被炒出来 好像是不得了的创世八名 BBC都说可以有六到八个国家 都在做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 如果以现阶段的战略武器的 这个层面而言 其实也没有很必要紧张 因为你现阶段中国大陆虽然是拥有350颗 强调最低核阻 核武阻阻的能力 它都基本上是可以穿越你的这个飞弹防御体系 对你造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里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其实要去确保 如果真的在发展 或将来可能由这里延伸出去发展的话 这种就是说 具有全球飞行的这种 极音速飞弹 它就是在针对 第二次核打击的这种能力的确保 因为中国大陆强调 不会首先攻击嘛 而且强调这个最低嚇阻 但是呢中间很重要的是 也就是在第一岛雨链内的这个战争 它告诉美国 在这里面我们绝对 我们你不可能跟我去互相使用核子武器 因为它已经具有这种能力 第一个最低嚇阻350颗 已经足够嚇阻你 第二个飞弹的这种嚇阻能力 第三个现在我们可能会发展 就是这个极音速飞弹 对不对 而且会穿破 这个你的国家防御体系 冷战时期美苏还签一个互不发展 全球这个飞弹防御体系 那个要确保就是恐怖和平 但是呢台海战争我就讲嘛 美国在台海战争就不可能使用核武 你不使用核武的嚇阻的时候呢 你就要进入到传统武器 在这个区域内 战区内的这种比赛 或者是这种就是说这个攻击 那因此呢以现阶段中国大陆在区域内 也就是在第一岛雨链 它不管是数量质量跟嚇阻能力区域 这个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这个能力 那所以就在从这个东西我们想到在台 未来如果发生台海战争 美军的介入的这个困难度会更高的 好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5G的新时代 当然相关的科技应用 我们都还在熟悉当中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想要领先 下一个世代的市场了 就是6G的市场 在十四五计划里面 已经计划了要提拨许多的经费 研发经费 要来打下一个世代的6G战 美国对于盟友的情报工作 不会低于对于他的对手的情报工作 更何况美国对对手的情报工作 很难做 不管对俄罗斯也好 或是对中国大陆 他很难做情报 尤其是内部的情报 他非常难做 对于美国人来讲 最好做的情报就是盟友 因为美国他可以自由出入他的盟国 他可以自由出入他的盟国 他可以在他的盟国里面 设军事的基地 而且他的军事基地 常常是自外法权 也就是说我在你这个国家 例如说我在德国 我在日本 我在韩国 我在很多地方 我都设这些军事基地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想有自外法权 你就不能够进入我的基地 来去看我的基地内部的 运作的情况 所以他可以大拉拉的 在他的军事基地里面 建立各个情报站 不但这样子 他还可以进入那个国家的首都 例如说我在柏林 或是我在伦敦 或是我在哪里 然后他还可以在这个首都那边 建立川便服的 这些秘密的部队 作为外围的 然后作为各种情报的 刺探的一个工作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丹麦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选丹麦 因为丹麦是一个战略的要衷 他本身就在德国跟波兰的北部 然后又在于挪威 跟瑞典的南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样的一个战略要衷里面 是美国跟欧洲 以及俄国跟欧洲 他们的地下的光纤 电纜 都在丹麦这个地方进行转接 所以丹麦有非常好的地理之变 也就是你看这一次的 北溪二号线 里面有一段100公里左右 也是要经过丹麦 因为他要进入德国的话 他都要经过丹麦 你就可以知道丹麦的地理要衷 这样的情形下 水下的光纤都往这个地方集中 我在你的光纤 街头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 水底的这些电纜线 就是所有的通讯的来源 他反正我放到水底下 我弄个什么窃听监听 把我资讯导到我这里来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已经进入了丹麦的国境 所以都在丹麦国境里面 开始建连接 进连接以后 那当然你也知道 他就必须要转运到 你的情报中心 你到情报中心要开始去接线 然后开始去探听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元首 他的通讯都有经过加密器 可是你在你的光纤移动的时候 那个加密器就很难做了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 可以知道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他当然要知道他的盟友的 这些领袖的一言 一行 一举一动 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更重要的 他一定要知道 他的盟友的这些政治领袖 有没有肮脏的事 不可告人之事 我要抓把柄在我手上 普警惠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他是抓住了 朴槿惠的把柄 例如说朴槿惠 跟他的密友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本身 在他们发生传难的时候 朴槿惠失踪的那十几个小时 他去哪里 朴槿惠跟他的闺蜜的爸爸 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情报网 掌握的消息了 我如果抓到了你的把柄 就是你假设你是 某一个国家的元首 我今天知道你有通奸 或是你有貪污 或是你有什么样 通脏的事 见不得人的事 我抓在手中的时候 那当我有重大的政策 我要你买单 例如说我今天 我要对抗大陆 本来朴槿惠刚上来 朴槿惠 刚上来的时候 就到北京去访问 参加了他们的阅兵大典 所以那时候中韩的关系 非常的好 怎么会后来急转直下 怎么萨德系统抓上去了 这种 那就是因为把柄被抓在手中了 好 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把我的盟友 的这些领袖的把柄抓在手中 抓在手中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当筹码放着 然后在我要摊牌 例如说我要跟俄罗斯摊牌 或是我要跟大陆摊牌 然后我要你这个国家 配合我做什么事 然后这个国家 你要配合我做什么事 是不符合你的国家利益 但是符合我美国人的国家利益 我要逼着你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就要拿出来了 你就可以知道 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对于他的盟国的 包括这些政治领袖 企业领袖 还有国会的议员的 所有的肮脏的事 他比什么都有兴趣 因为抓在手中 有录影档 有照片 有所有的通信往来的记录 必要的时候 我就丢给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在美国国内政治 最典型的建立这个传统 建立这个最强大文化的是谁 胡佛 对 大家说没有一个总统 敢把它换下来 因为胡佛就从老早 老早以前 就对美国的政坛的 这些政治人物 跟未来他判断 有可能成为政治明星的政治人物 他全部都是去收集他的脏水 他的肮脏的资料 而且一定要有照片 要有录影档 为什么 因为等你有一天到了国会议员 你是哪一个 例如说你是 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然后你现在要扛我预算 我就突然间 有一个秘密的公文袋 不知道怎么样的 又说垃圾桶捡到的 对 然后就到了 这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的办公桌 就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 这个秘密的公文 的牛皮指封的 就放到他的办公桌前面 这个参议员 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就觉得怪怪的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问一下秘书 这是谁拿进来的 没有一个秘书知道 然后参议员就把 不用大家这样扭开 扭开一看 原来他在搞性变态的 这些照片 然后他就盖起来 放起来以后 他没有多久 就接到一个电话 说这个主席先生 我们在国会的预算案 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通过 主席先生好像 您也是满赞成 这个本来是强烈反对的 主席先生 接到了俘火的电话 他说当然了 这个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为了国家的利益 这个预算非但不能砍 还要只增加 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为了自己的位置 对 你就可以知道 从这样的一个 美国传统的文化 所建立起来的 他对于他的盟国 当然要继续收集 你认为他在台湾 没有收集吗 大国之间 如果要打科技战的话 其实有一些关键的因素 关键的原料 关键的材料 这是不可少的 通常我们会叫它为稀土 这是由很多稀有的元素 组成的这种土壤 这种稀有的物质 它可以让F35战机 如果你缺少这些稀土 你可能飞不起来 所以大国之间 抢攻这些稀土 是非常的如火如荼 而中国大陆作为一个 稀土最大的出产国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技术 也就是说 深海底的土壤 他们成功地找到了稀土的元素 并且成功地把它变成一个物质 可以作为运用 这成功地说在稀土的市场里面 又领先了下一个世代 6G是结合低轨卫星 然后整个基地台手机 所以他们说6G的形容 是叫做全领域双向触绝网络 就跟元宇宙是不是 我不知道最近 所以当我们现在还停留在 只是思考 到底你的技术多 我的技术多 然后你来定规格 我来定规格 这会有一端这个增值 然后技术发展一定成熟 所以你会开始铺设 这些这个设备 然后从卫星到这个 就是说整个网络 以及这个所谓传输的这个系统 以及发展出你这个终端使用机 但那都还是机器 可是真正里面的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5G 6G要呈现的是什么 是一个新形态的经济跟生活方式 就是它的服务 可怕这个板子都可以做每一届 就直接上圈 也就是说 也就是如果我们以前 这个在美国看那个科幻片 叫Star Trek Star Trek也就是最 那就是点 我们那个时候 30年前在美文念书 觉得不可思议 居然一个小小的平板 可以做所有的指令 现在不就这么做了吗 只不过现在不能够说按个案件 说把我这个免费 把我传输到这个太空间去 但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我不知道 可是它后面出来的那些APP 出来的那些从智慧程式的运用 到AI到自驾车 所有这些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竞争的重点 但这个是建筑在你的技术规格 跟设备的基础上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不要忘记 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 像赖老师所说的 要美国人放弃 我觉得中国也不会放弃 任何的这种管制 因为到后来都是军民两用 但是建立同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协商的 如果世界大同的话 那是一个境界了 但是呢 基本上其实军民两用 尤其是牵执到可能的 下一代的这些 不管是从战机军舰 或者是说太空的作战 现在都展开了对不对 这里面的技术会随着发展的 那他可能管制的是这一块 那当然也可能会管制的 就是在现在中美的这种 经济科技的竞争上面 也是希望美国建立起自己 跟他的盟邦 建立起自己的这一套体系 从规格到这个设备 然后呢发展出这个新创出 他新的也许你现在脸书的 不知道第几代去了 3.0 4.0甚至更多 那那个时候的一种 整个运用的这种想象 我现在都已经可能无法 因为我们会自我局限在 目前世纪的这样子一个 使用习惯上面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 这个真的是一个未来的竞争 而且它有点像半导体的 那种摩尔定律 不一定是两年就换一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可能很快的五年十年 它就会换一代 你看2028年5G 现在都还没有在用到的 你已经讲到2028年 离现在多少只有7年 你就进入到6G的换代 那是不是还会有 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定都是如此 国家后面国家的主权 它的竞争的核心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或经济 而是最重要的科技的这个掌控 所以这个大概 以现代的这种国际体系而言 国家政府在后面 可能还是有这个权利 跟他的这种想法 要去掌控科技的竞争 对 新华市他们很怕以后 全球的这个这个标准 那就是按照美国 美国跟日本合作的 美日韩合作出来的一个标准 所以他们怕他们现在国内企业 我说中国国内企业 比如说华为在做研发 但是最后全球都要用按照美国 日本这个标准的话 那他们就没办法了 就要按照全球的这个市场的方向了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这个 这个担忧了 新华社已经开始这么早 这就开始反应了 但是我还是 当然我站在美国的立场 当然我希望是美国的标准 或是全球的标准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不要批评我 我当然要站在美国的立场 但是过去的例子 其实不管是在行动电话或其他科技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按照美国的标准 这个是一件事实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 值得关注的事情是 这个6G转移申请的数量 怎么没有出现台湾呢 我觉得像杨老师刚刚有提到 这个科技的这个掌控 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科技的零件等等 台湾的优势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做这个代工 而且到目前为止 台湾做代工是蛮成功的 台湾企业也赚很多钱 全球都是知道 台湾在公民连扮演一个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现在从5G开始进去 6G的时代 那不知道台湾可以继续依赖代工 或者因为有很多变化 可能没办法依赖这个代工来继续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要 不管谁在执政 真的要考虑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哇